剪线,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,就是说,第一个,我们先要判断它,这个剪完的线,是没有剪断,就是我们说为了没剪断,就是这个刀到底了,这个线还挂到这个刀上面,有时候我们要硬拉出来,这个属于没有剪断,还有一种是什么,就像我昨天给您弄的一样,底线是剪掉了,面线直接可以带出来的,就是没有勾到面线, 没有勾到面线,我们就要来移动这个动刀的左右,有时候,是我们基本上是越靠近这个耳朵越好,但是有时候也有,也有就是说,反常的,对,要离得稍微远一点,它才能勾到, 如果是勾到了,没有剪掉,就是我说的那个,它那个底线面线都卡到这个刀这里,我们有时候剪完以后, 有痕迹扯,扯也扯不掉,有时候一扯,把线扯断,是线卡到这个刀里面, 我线卡在刀里面,线卡到刀里面,我们要怎么弄,这里跟内溜角, 大概三毫米的,你把你的内溜角拿,三毫米,三毫米内溜角, 把这个内溜角松开,松开就可以了,松开以后呢,拿把螺丝刀, 这里是个,这里是个,这里是个,对,也就是个,也是个那个,就是说,呃,天心螺丝, 它的调整,你看哈,你看,你看,你看那个,看这个动道架, 它会往上往下,看到吗,这就调,调整这个刀的压力, 嗯,就是线没有勾断,没有剪断,嗯,我们定刀好的, 就是说,正常的情况下,我们就调整这个压力,压力不够,调整一下就好了, 道顺风就是说,那个,不在一个眼子里,对,很多,很多, 嗯,不是,有些不是电脑问题,就是我们机械上的问题, 就是我们自己,走两针,然后我们打这个倒针, 走过去,不在一个眼子里,嗯,这四毫米的, 那只脚,松开,松开以后,这也是个偏心,嗯,嗯, 来借这个,道顺风的大小,嗯,嗯, 那这个,这个的话,有为什么一个标准的,它自己的位置, 没有,没有,这个是没有标准,为什么没有标准呢, 这个就是说,我们这个, 真具,真具白杆里面这个,白杆啊, 它,比如说,面上多一丝,底下少一丝, 它这个就两样了,嗯,嗯,所以这个是能借的, 就是因为这个,那个那个白杆这边啊, 你做不到完全一模一样,嗯,嗯, 就扫一丝,它有可能就是倒风大一点, 或者正风,正风,正风大一点,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靠这个,来给它把它,把它调整过来,嗯,嗯, 但是也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的位置吗? 有,那,基本上就是这个一点,嗯,朝着这个三角这一块, 啊,就这个点,嗯,朝着这个三角口这里, 基本上都在这一块, 然后你再微调一下就好了,这个呗,这个,嗯,就这, 稍微偏一点嘛,你说这里,这里缺口是吧,对,这, 这一条线跟它是基本上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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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偏也偏不了多少一个你,嗯,嗯,嗯, 反正基本上都在这一块,就是说,嗯, 然后我们再微调一下就好了,嗯,嗯, 这个呢,这个是调牙齿,不是,这个呢,是调,这个是固定震感的,嗯, 正感连感的,嗯,一下连过来,你这个送开以后,上面这个正感连感就可以随时拉动的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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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它可以,啊,也,牙齿是不动的,牙齿是不动的,啊,只是调那个正感,对, 嗯,我们给它放到,放到当中,嗯,嗯,然后把这个螺丝一拼就好了,嗯, 嗯,这个是不管是在,挑衅感不管在什么位置都无所谓,这个无所谓,嗯, 因为,你不管挑衅感在哪里, 它这个真,始终是在牙齿的当中的,嗯,嗯,对不对,嗯,这个是没有,没有什么,别的东西的,嗯, 就是,还有一点就是这个,这个螺丝,嗯,这个螺丝松开以后你要当心一点, 为什么当心一点,这个螺丝松开, 一旦你松开以后,你要把这个真具调到最大,嗯, 真具调到最大,你要把它转到最前面或者最后面,嗯,嗯, 调好,转好以后呢,把这个螺丝松开,比如说你调到最前面, 你要把它拉到最前面,然后再往回一点,嗯, 把这个螺丝冰掉,嗯,这个,这个是干嘛的呢, 这个是整,调这个整体的前后,嗯,整体前后,嗯, 就是,正感支架,那个,送不牙,嗯,整体的前后,嗯,嗯,嗯, 如果是有一样偏了,比如说正感偏了,我调这里,嗯, 送不牙偏了,我可以调这里,嗯,嗯,嗯, 这两个螺丝一松,我送不牙架也可以,上下动,嗯,嗯,对吧,嗯,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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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